我闻过系列的第二个系列 还没跟你分享这个系列之前 跟你讲个吓唬啊 有一位丈夫啊 昨天就在前一天晚上 喝得很醉 很烂醉的回家 很头痛的回家 然后 各天醒来 就因为一个晚上的烂醉了 就抢过自己 睁开那个疲惫不堪的眼睛 然后睁开眼睛看到 诶 她的床头有放了几粒的 那个Pentador 那个头痛药 还有一杯水 然后起身就看见她衣服已经烫好了 那个床的那个 就是床的一半的枕头啊 那些背啊已经治好了 这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来的 然后呢 她就 决定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有没有去 她吃了这个几粒的Pentador之后 喝上这个水后 发现到那个药方便有一条 一个一张的纸啊 纸条 纸条里面写着 亲爱的 我出去买菜了 你的早餐我已经做好 放在餐桌上 趁热吃 爱你哦 这个老婆醒她的 她 一口雾水 就走到厨房那边去 真的是有已经准备好的早餐 对她准备了 她越来越想不对劲了 因为这是她老婆以往没有做的事情来的 是不是我昨天喝醉酒做错过什么事情了 然后她就拉她儿子来 儿子 到底我昨天回来这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就说 哎呀爸爸 你昨天凌晨三点回来啊 跌跌撞撞啊 然后一大吼大叫的回家 然后就把家里的几个家事啊 打坏 啊 替坏 然后你又很聪明的自己创那个走廊的墙壁 让自己 这样啊 那么先生又更不明白了 她说 那为什么家里突然间把扫这么干净呢 啊 然后你妈妈有那么好心 做早餐给我吃嘞 然后儿子就 哦哦你讲这个哦 啊 在你很醉到醉到醉醺醺醺醺的时候 然后妈妈就很生气 看你啊 一身的这样衣服就拉你进去房间 帮你脱衣服 然后你就跟着跟着妈妈说 哎小姐滚一点一点 我已经结婚了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故事到什么什么 讲对货 无价 他把自己灌醉花了两百块的酒钱 弄坏自己的家事 五百块 老婆准备一个早餐给他 大概二十五块价值 可是他讲对话不讲 哇 已经有老婆了 请你不要碰我 虽然他醉 但是他没有醉到完 所以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这个跳什么 讲话真的是一种 智慧和聪明的 有的人讲话很临上场的 你讲哇 为什么这样讲话的 是吗 讲对话真的是不讲 OK 好我们一回到来 在国度的 国度就是文化系列的这个主题 叫做国度的宣言 在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 耶稣来没有意识要建一个宗教 他带着一个政权来 他第一次讲到的主题是 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 悔改并不是要在那边哭 哭着哭着悔改 而是知道方法错了 知道我用的方式错了 我要转了 这叫悔改 所以耶稣说第一次他讲到 天国进了要悔改 什么是天国 什么是叫掌国度呢 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信了耶稣之后 不是打happy go lucky 快快乐乐的跳 蹦蹦跳亮的进天国 天国不是将来的事情 在耶稣的看来 在耶稣的了解和明白当中 天国是现在 天国是现在 天国进了 进了就是已经到手了 已经到头了 已经到了了 意思说我如果我今天我宣告 耶你的国度降临 我们宣告你的 耶你的国度降临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就愿意准备让耶稣你来掌权 耶稣你来成果我的生命 耶稣我认你是王 明白吗 所以信耶稣不只是 信好耶稣之后我就 你过你的生活 我过我的生活 耶稣你是你 我是我 我有空才来找你 不是 原来天国进了 是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你跟我来看看 你了解国度的君王制度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国度的君王制度 王帝啊从来不是被选举出来掌权的 你不是选他的 从来没有 历史上有一个王帝是被人家选出来的 OK 王的权柄是以身俱来 他就是有这个皇族的血统 他是王族 OK 王人民无法借着投票将王赶下来 就算那个王做的不错 他做的很不对 你也没办法做 要不然一直罢免他 让他下台 总统可以 王从来没有人拉下台的 在历史上 王的权力是绝对的 没有思想对的 绝对的 OK 王的话就是法法律 法律 王在他的领域里拥有一切 王的命令是不会改变他讲一就一 说一就一 说二就二 王 谁可以成为公民 哦 sorry 王在他的领域用一切 王的命令是不会改变对的 谁可以成为他的公民是王自己的选择 OK 不是我啊 啊 王我来做你的人民啊 我选择做你的人民 是王帝 王选择他自己的国民 王和他的王国政府是一体的 就是他就代表一个政府了 不用 不用因为有军队 不兴有兵队才成为他的政府 OK 有王的地方就有他的权柄 王的财富是由他所有权来衡量的 王的名字是他权柄的本质 就是王的家代表表达出王的本性 所以当我们说耶稣你是我的王 耶稣你是万王之王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就把你自己扶负投射在他的权柄 当你说耶稣你是我的王而你又做别的事情后 你在这样骗我 王 国度的王度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 结论是什么呢 当我们顺服君王的所有权 意味着我们自己已经没有权利了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权利交给他了 当我们宣告耶稣基督是主时 就是承认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权利 现在我们的生命属于基督 我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基督的责款和指示 并且凡事听从他 只要他愿意 可以随时取走我们的生命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态度 你不是说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你唱完了 刚圣经讲 耶你的国家 你天国进了 的国度的整个概念是怎么样 OK有了这样的背景 就是上里面我讲的这个龙手来讲 耶有这样的背景我们来看 上帝从一开始怎么样来看国度的 原始国度的不利大家 原始国度的不利 能不能帮我读这段很短的经文 第一二三 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怀疑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遗伤的深处和悬堤 并遗伤出他的一些昆虫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清楚啊 造男造女有没有造阿奔 没有 有没有造Gay 没有 有没有造东外 没有 圣经讲得很清楚 造男造女没有中间的 OK 我们要从这个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可以得到几个结论 第一 人是被造的 人是被创造和被制造的 读圣经好玩在那里 你不能只是单单读那个字而已 从这个圣经里面啊 被造 所以我要帮你打开你的眼睛 从圣经里面讲的被造 这两个字 有两个词 在西部来文叫做 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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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阿萨 阿萨 什么是Bara 什么是阿萨 很漂亮啊 你看啊 刚才我们讲 上帝造什么 跟着自己的形象造 被造什么 被造什么 其实在圣经里面 创造和制造 是两个字来的 OK 一个是被创造 什么是创造 就是原本没有的 它也没有模型的 它凭想象出来 把它造出来叫做创造 之前没有的东西 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 人类不是上帝创造的 人类是上帝制造的 因为人类是上帝制造的 你是以上帝的形象和上帝样式 跟着他的模具做出来的 所以你是被阿萨 你不是被Bara 明白吗 你是被上帝阿萨出来的 阿萨就是有上帝的形象 上帝的样式 上帝的魂 万物都是阿萨 上帝Bara出来的 所以你跟动物不一样 所以我们 上帝里没有把我们当的是 哎呀 我们人类是万物之灵 我不完全认同万物之灵 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说是万物之灵 是动物里面的头呢 你就好像跟禽兽一样 但上帝创造我们 没有 我们当成禽兽来创造 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 来被创造 所以你是荣耀的 你是高高尚的 你是有神的形象的 OK 这样你明白了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 人是被创造的 被制造的 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 造不出罪 对他们说要治理这地 使他们管理 神自定了管理的范围 范围是什么 海里的 鱼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 还有全地 这些我明白了 可以明白 我就 next 所以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 神要人治你全地 神要你治你全地 神要你 manage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你喜不喜欢都好 根据圣经讲的说法 你和我都是manager 你和我都是经理的 我们被创造出来 to manage 你是领袖来的 如果你不是领袖 你不会出来 你在妈妈和爸爸的体内 那好几万只的精子 你爬地冠军 又联合到罗子 才会出现到你 所以你天生就是一个冠军来的 所以不要 当人家说你笨 当人家说你不罗用 人家说你要reject 你要弃绝 奉耶稣认我拒绝 我是神的形象创造的 你不要看自己 哎呀我是比别人不好 干嘛比比别人 拿自己的别人比 你是独一无二的 上帝创造你是有你本命 你来的世界上 没有 mistake 哎呀我 mistake 来到这世界上的 本本上帝 没有把手 帮我放在人世间的 你没有 mistake you come with a purpose you come with a destiny 你这个人生 是有个目的被创造的 你一定找回 你被创造的目的 来完成这个使命 你的人生就有意了 人生为什么人 我都没有意见 我都不知道我做什么 因为你找不到你的dexnit 每一个人 你和我牧师 我的dexnit做一个牧师 我会好好来做我的牧师 你的dexnit是什么 你要找出你的dexnit 然后好好去完成这个dexnit 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明白吗 所以神要人治理所有的受造物 全地 但 看清楚了 但不包括治理人 上帝说你的管理范围是什么 海里的鱼呢 空中的鸟呢 地上的牲畜呢 还有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工作 有没有包括人 没有 人要管理人才出现今天很大的问题 政治啊 国家啊 就是要管理人 人 不生来 不是被管理的 人是去管理的 听得清楚吗 有遗忘吗 有问题吗 所以上帝创造你是去管理的范围是 就是这些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 地上的爬爬 就是总兽啦 可以爬爬 OK 没有包括人 所以当 当 埃及人 埃及 把以色列人 当一个奴隶来管理的时候 上帝怎么 上帝怎么 只有他们出埃及 有没有 所以上帝的本意 我们不是被人管理 但我们 仍然有一种 有一个本性 就是怕事控 当怕事控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控制 当我们想办法控制的时候 我们就继续操纵人 神的统治 也你的国家人 他不是一种的操控 而是你心甘情愿 把你的权力 你本身的权力 让他来掌管 看到没有 所以今天很多的牧师 为什么出现很多的问题 因为他要控制一切 我不觉得 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说控制一切 我让所有的人来当领袖 让所有的人来决定他的东西 我认为 教会是一种团队 不是我 麦可牧师说了算 我愿意团队抢进来 虽然我们现在很巧 但是我要建议是这样的团队 人 不是被管理的 人 天生是管理的 但是不是管理人 万物 神没有把没有药人治理天 所以上太空 所以出现很多的问题 不是我讲的 你觉得圣经里面讲的 所以 人没有给人宗教 也 他给人是关系 请你 请你注意 在整个一点点里面 你有看到祭坛吗 在宇宙里面 是没有看到祭坛的 所以 从来没有宗教仪式吗 在宇宙里面 你有看到他们 把动物杀了 来献祭给上帝吗 没有 直到阿甘和西奥犯了罪 上帝 才把动物杀了 所以 今天 动物 为什么 动物跟我们有仇恨 老虎看到你要吃你 狮子要咬你 是因为 你做了 你一位 为你 干了一个不应该干的事情 以前 阿甘和西奥犯的时候 看到老虎 老虎来 老虎来 听着 因为他管理他的 老虎 我叫你叫老虎 你叫老虎 老虎 老虎 分不清楚 不是啦 他就分很清楚了 你是老鼠 你是老虎 你是狮子 你是大象 他就听了 今天你 你试试看 为什么不听你 因为我们有罪 所以 明白吗 建立你 国度 并不是从耶稣才开始的 从一开始 上帝的心意 就是要建立一个国 权 神的权力 OK 神也没有允许把天赐给人 祂允许把地赐给人 等一下会讲 这个地很重要 很多人跟上帝求钱 求富有 那个是很笨的祷告来的 你知道吗 现在来看 掌管和治理是同一词 他源于同一个字 在希腊言文叫做 Maml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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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讲 Mamlaka 意思是 治理至高 掌权 掌管 国度主宰做王 同掌王权等等 人受造被赋予掌管全地的使命 神又给人责任 做他在地上国度的政权代表 看到没有 这是原始国度的目的 神要人掌权 神要把使命交给人 可是 人做什么 人干了糊涂的事情 人做了 不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 所以 他失去了这掌权的本领 因此我们有个结论 神原先的目的是 将天上的政府 扩展到地上 神赐人类地球的统治权 不是所有权 但人类将这个统治权 卖给了撒旦 当耶稣将天国带来地上 他也带来一个应许 让人类重新获得 亚当和夏娃 在以便宜逝去的地球统治权 耶稣恢复了我们的这个统治权 所以以后你看到魔鬼 你不要说 不知道他会害我吗 你有统治权 你必须要知道你的地位 你在属灵的地位是谁 OK 我们接下来看 我要引申这些东西 然后帮助你明白 你才能明白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所以 人类统治权 人类地球统治权的五个原则 神就因为这样的经文 我们设立的五个原则 我们来看这五个原则 一 神是给人类的第一样东西是土地 看到没有 神给人类第一样东西是土地 不是钱 所以打网上帝啊 求你让我富有 让我有钱就不对了 神第一个东西给人类的东西就是土地 土地很重要 啊 接下来很重要 神之所以创造地球 是为了让人类的统治地位 具有合法性 你讲这样有合法性的统治 你讲统治 给你狮子啊 老虎啊 老鼠啊 大象去统治 和这些 万有的让你来统治 让你的统治权地位 合法 我们对地球 我们的领土 具有合法 统治的权力 人力和权柄 所以 所以你不要感觉到奇怪 当牧师像个语讲话 我奉耶稣的名字 我叫你语庭 你有同事权 我奉耶稣的名字太阳出来 你不是发疯 因为你对这个地有同志 明白吗 当你明白后你才敢做 你不清不楚 你看牧师在做 不知道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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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明白了 你做的时候你才有活效 然后 当神将全命转移给人类时 使他们这个三个字是关键词 刚才我们又再回到刚才的 什么 使他们管理还是 于是 人本身本来不是能够管理的 有这个权柄的 是使他们 是上帝使我们 有这个权柄 有这个能力去管理的 管理的能力和权柄 是由上帝赐给的 诶 明白啊 人类的王权是一个特权 不是借由创造得来的权利 不是说 是一个特权的 动物不能掌管权利 你有没有看到十字座 我要做lion king 我要掌管权利 人类也被我掌管 这个就是你分享出来的 人才能够掌管 我们来看为什么土地很重要 土地权利的原则 神赐给人类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土地 人类失去的第一件事情 也是土地 神赐给阿波拉罕和摩西的应许 地量赏赐的东西 东西是土地 不是天安 你看 上帝给他说摩西说 我要赐你应许之地 有没有 应许之地 然后他跟阿波拉罕讲 我要赐你 你的后代成为 在地上成为万国万族 地上你能够看得到的 天上的星星你能数得到 地上的海上你能数得到 都是你的土地 神赐给人类的第一件事情是 一样东西是土地 人烫铁也是土地 明白吗 真正的财富在土地 你读英文 那些卖物质的 卖地产的 你知道吗 英文叫什么 real estate real的 不是骗的 是real estate来的 是不动产来的 神要吃我们土地 擁有土地 擁有土地 者掌控财富 真正的财富占有土地 温柔的人 必承受土地 也是耶稣讲的 土地是唯一真正的财产 神认为失去土地 不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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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错了 改一下 是一个主就 土地的事而复得 是一个祝福 所以 你常常遇到困境 你遇到经济的困难 你遇到没有工作 你不是说 主啊 吃我一份工作 主啊 吃我一个 这个好像是没有bacteria 很多人讲到那麽起风 也是 可以帮我换个 所以我们看到什麽 我们看到 我们人类 没有 我们祷告说 上帝啊 给我工作 上帝啊 给我富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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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正确地祷告 上帝啊 让我有立足之地 主啊 赐我有立足之地 主啊 赐给我这个土地 让我有前路 前途 不要茫茫 有土地 可以走 讲到事业 讲到你的人分 你不能说 上帝啊 吃我钱 让我富有 oh 很多人没有得到 dust也没有得到 因为他的观念很错 来 thank you 谢谢你 so 哇 可以帮我管一下他的echo吗 笑 笑到 因为我本身声音质很大 ok 我们来看next 有了这个背景 我花了多时间的背景 这是背景罢了 我们现在来讲天国的宣言是什么 什么是宣言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宣言 宣言是什么意思 你不用了解太多了 因为这是很 很硬性的东西 我们就这样读过 你明白 你明白 不明白 不要紧 牧师帮你明白 宣言是什么意思 宣言是一种极为严肃的公布主张 意见的文体 它首要特点是严肃性 他的口纹 用于姿态行文 都充满着认真慎重的色彩 这里没有CC 有的是认知之后的思想 情感和宣言 宣言是另一特征 在于他的鼓动性 他公开递招式自己的主见 为了正式诋毁一切异己的原型 引识自己的心声招注于天下 为此他总是充满着一定的情感色彩 充满着号召和诚情 宣言坦承 不公团体或个人主张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 又具有周密的 纲领宣誓的特性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社会团体成立宣言等系统 论续主张的宣言里 宣言具有透明 不存在姿态模糊 含无其词的宣言 宣言必须公开主张 而且态度生命 耶稣讲天国尽能 你们要未来 这是他的宣言 但是宣言有分两种 一个是宣言的主题 还有一个宣言的真文 我们来看一下 举例 马华 这个蔡希利写的 正心马华 团队正经神 像蚂蚁般坚毅群民和群 这是他们的宣言 一讲就明白了 不用解释 马华要像蚂蚁一样哭哭啦 是不是 你们自己像啦 他有他的宣言吗 你可信了不信 他立场很明白 那我们来看这个YB讲 华蚁说一份信任十分力量 这意思是他的政治宣言 你要相信我 你给我一份信任就好了 我就出十分的力给你看 这是他的宣言 明白吗 宣言是这样 宣言好 你就会帮助你 推广整个你的团体 宣言不好 如果你在fire 然后举例给你看 历史上有一个总统 美国历史以来 有史以来 第一个黑人总统 他的政治宣言是什么 Yes we can 以前什么都 cannot的 但是靠着他 他一直喊他的宣言 Yes we can Yes we can 你有听过他的讲 他的政治 这个选举的 那个 什么 演讲吗 哇真的很激动人心的 你没有啊 我给你看两分钟 两分钟 两分钟好了 OK 帮我 Ready一下 声音有了吗 我需要帮我调整一下 OK 再一次啊 OK 再一次啊 阿吉 OK 没了啊 当心一点 We can We can It was a tree written into the founding documents that declared the destiny of the nation Yes, we can. It was whispered by slaves and abolitionists as they blazed a trail towards freedom through the darkest of nights. Yes, we can. It was sung by immigrants as they struck out from distant shores and pioneers who pushed westward against an unforgiving motherless. Yes, we can. It was the call of workers who organized women who reached for the ballot a president who chose the moon as our new frontier and a king who took us to the mountaintop and pointed the way to the promised land. Yes, we can to justice and equality. Yes, w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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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 can. Yes, we can to opportunity and prosperity. Yes, we c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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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pare this world. Yes, we can. And so, tomorrow, as we take the campaign southwe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国经》了 你们要被改 这是一个主题 它的证文是什么我们来看 《天国经》了 是它的标题 《天国经》了的证文是 主的圣灵在我身上 因为它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衣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下领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上一月那人的信念 这就是耶稣带来的天国训练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来读一段这个经文 很重要的 我要你明白和了解 很多人读了都问过 这个背景是这样的 我们来读一下 耶稣复兴神的国 耶稣复兴神的国 我给你们读一段这个经文 耶稣来到纳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规矩 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 交给他 他就打开找到一处 写着说 主的圣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他财前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贝鲁德斯法 下一人的看见 叫那被压制的何自由 报告上帝悦纳人的死年 于是他就把书卷起来 交完字事就坐下 在会堂里的人 就都定脸看他 耶稣也从这里讲完他 二十一节很重要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这个这经 引验在你们的耳中 为什么要读这段经文 因为如果你有读圣经的人 你很清楚 耶稣读没有完 耶稣读一半的经文完了 有些耶稣 我很怕现在很多的 pattern pattern的东西出来 很多的教会 他们追求新或样 吸引很多人来参加教会 可是很多人是没有经据的 耶稣就算是神的儿子 他也套用就业的圣经 来做证据 他所讲的东西 任何运动 兄弟妹 任何人叫你去 任何的聚会也好 教会也好 你要小心 你要明白他有没有 圣经的活力 耶稣都引用神的活力 我们来看 即使这段经文 是有钱人有货的 我们看以赛亚书 他们的读圣经 他说主耶活的圣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 因为耶活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差遣我利好伤心的人 报告悲鲁的释放悲求的出坚劝 报告耶活的恩怨 耶稣读到这里而已 其实还有后半段是这样的 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赐活冠于西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灰尘 灰尘 对 喜乐有代替悲哀 赞美于代替忧伤之灵 使他们称为公义树 是耶活所在的 叫他们得荣耀 你出了问题耶 耶稣读圣经不一般了耶 到底什么问题呀 为什么这辈子完整的经文 他只读一般而已呢 奇妙啊 所以我们读圣经 为什么要你们查经 为什么要认识圣经 不要作为淤读 我没有翻的圣经你也查 耶稣读啊 耶稣永远不会错的 对耶稣没有错 为什么他读一般而已呢 为什么现在翻的他没有读呢 然后说 这个经 引验在你们耳朵了 我们来研究一下 耶稣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我很喜欢 这也是我这一辈子 我的事奉的一个 我个人的训练 主的灵在我身上 如果主的灵没有在我身上 我做任何东西都没有用 我在这里 搬交易也没有用 如果没有主的灵在我身上 主的灵在我身上 才能够我有能力去做很多事情 下眼看见 鞋鞋腿人形 哑巴能听 这些都是主的灵在我身上 耶稣的意思是说什么 主的灵在我身上 意思说 主的灵压坡在我身上 漂亮 如果不是野活的灵压坡在我身上 我不能做很多东西 圣灵好像从高天掉下的高游 为他工作而告他 然后他就读到报告神业那人的洗脸 就停止了 为什么这样 难道以赛亚的后半段的经文不重要吗 他停下来的地方 正是当时他在世上的使命要做的地方 要做的事情 因为后半段和我们上帝报酬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还没有来到 耶稣第一次来的使命是要称为我们的救助 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使命救赎 第二次他会再来就是来带来审判 所以你和我现在活在那里 活在恩典的时代 所以你要不要紧啊 犯罪 亚厚和共亚和共亚 说你啊 都不够不够不得 因为还没有到你才 还活在恩典 你犯罪又在犯 犯了又在 亏感又在犯了又在 上帝还不容忍你 因为你活在恩典的时代 将来耶稣再来的第二次 他迎接了第一个时代 什么时代 审判的时代 报酬的时代 那不讲恩典那叫公义 我怕在恩典的时代 我们为耶稣创造了landback的精兵 他不是精兵 佣兵 不能迎接耶稣的第二次再来 审判的时代 所以为什么 哎呀 麦可牧师有时候讲得到 那么硬 哇 这么严格的 不是我严格 是我在准备 呵护神的百姓 呵护神的 军队 如果我们只是 哎呀不要紧啊 上帝炎亮 上帝的恩典的 上帝很爱你的 啊你犯罪 因为你得罪他也无所谓 因为上帝有很多恩典 这是没错的 但是圣经讲 恩典有尽头 恩典 stop full stop 然后接下来就是 上帝报酬日子 这是第二罐 第二罐是耶稣 第二次再来 我们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要做到的事情 他要安慰一切悲哀 好像我们这些 为上帝行功 一般去犯 一般愿意去犯罪 可是愿意走在身 哎呀很智慧 又不能做生意 又不能骗人 别人在做生意 骗人又能赚到钱 我又不能骗人 哎呀 上帝要安慰这些悲哀 我们为了正义的事情 我们走正的东西 没有人说你好 人家说你笨 恐惊 信仰说信仰的恐惊 不要玩一点啊 不要这么执 这么执 这么执重哦 一直执好像骨头 却量创死很多人 但是他没有说 我会安慰这些病啊 这是第二罐 现在明白了没有 所以耶稣第一次来 祂有个目的 就是要找救主 祂不是来审判事情 祂要拯救 祂要死来死的家 所以第二部分就是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 大家明白了这个情况 我们明白为什么 这个耶稣的政治宣言 这个国度宣言 对你有多么重要 我们来看 很快的来看一下 细看天罗的宣言 第一 我们从这里呢 从刚才我们读的那个 主的礼教这一段 他用高高我 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来看到 天国领土是属于的 法律赛人问 上帝的国几时来到 耶稣回答说 上帝的国来到 不是也能够看见 人也不得说 看哪在这里 看哪在那里 因为看哪 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你愿意享福 你愿意把你的统治权 把你的全力交托 顺服神的国 神的国就在你心里 耶稣回答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我的国若属这世界 我的城府必要战争 使我不自己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所以我任由你们打 任由你们定时的家 因为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 神的国是属灵的 OK 哎呀 这么属灵做什么 属灵有什么用 可是如果你不属灵 什么也可以 你没有得到神的国 你要进神的国 你必须属灵 这个原则是不变的 不是我要特别 让自己跟属灵 跟人家不一样 属灵 因为神的国是属灵的 接下来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我们看到 耶稣走遍各乡 各层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知一致 百姓各样精正 他们都吃了 都并且吃饱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吃的人 除了妇女孩子 又有五千人 上帝又无饼二鱼 未保无钱人 有没有 所以 他完成了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有做免税补习班 我们有照顾贫穷生 我们有照顾贫穷的家庭 叛逆他们 我们就是完成了 上耶稣的使命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有钱的人 上帝不看吗 这个下 下个礼拜大家跟你讲 第三 差遣我义好伤心的人 下 我们来看这个 马可福音第五章 25 26 24 有一个女人过了十二年的血肉 在许多一生手里 受了许多的苦 又活尽她所有 活尽她所有 一点也不见好 病逝环倒更重了 耶稣对她说 女儿 你的信使你全力了 拼命安安的回去吧 你的灾情全力了 拿回去她就好了 她不仅是生病了 生病又不能好 又花到钱 花到完了 今天你的病不能好 为什么你不能选择十二年 多许多个女人来求耶稣呢 让耶稣对你说 你的信救了你 第四 报告贝鲁德的释放 文士的法律塞人 带着一个行银池被拿的妇人 带到她的面前来 叫她站在当中 耶稣就指着腰 不见别人 只见那妇女 她说 夫人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 她说主没有 耶稣回答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把虫子 不要再犯罪了 这些人捉一个女人 她在犯奸淫 跟别的男人睡觉的时候 被捉的时候 就问耶稣 这个女人 根据律法要怎样 要怎样对付这个女人 耶稣说 耶稣在你们当中 谁没有罪的 可以套 拿起石头来丢死这个女人 圣经讲 圣经讲 由老人 大人 到小孩 一个一个离开 因为老人犯罪业多 小孩子犯罪比较少 慢慢的离开 没有人被犯罪 然后耶稣问她 诶 那是要定罪你的人 在哪里去 女人说 没有 耶稣说 回去吧 我也不定你的罪 从此以后 不要再犯罪 神的 国度的将领 就是要释放 那些常常被人定罪的 被捆绑的 被捆绑的 你长期有什么东西捆绑 你不能够解放的 比如说 缩骗是一种捆绑的 比如说 你生气是一种捆绑的 比如说 你有一些不好的 不良的 坏习惯是一种捆绑的 你需要耶稣来释放的 你需要耶稣来释放的 第四 第五 叫那个受压制的得自由 耶稣看见 便叫他过来 对他说 女人 你脱离这病吧 然后那个女人就好了 然后接着来十六节说 况且这里人本是阿波拉罕的后裔 被撒旦捆绑了十八年 不当再安心去解开他的绑吗 有些人被捆绑了 被摸毁 捆绑十八年 被摸毁 这属灵的 血灵的那种灵 力量 属灵的血气 捆绑十八年 耶稣叫被压制的 最后一个 报告上帝 越大人的行言 许多人到那里 到他那里 戴着鞋子 蝦子 哑巴 有残疾的 和许多别的病人 都放在耶稣的脚前 他就医好他们 有吗 有一个没有 没有好的吗 全部 圣经讲 都医好他们 茄子 蝦子 哑巴 残疾的 还有许多病的 都放在耶稣的脚前 没有一个 没有治好 圣经讲 治好他们 为什么要这样 这个代表什么 上帝许业 尤其一个人 重病 一个人有问题 他被 那个问题 被解决之后 是代表什么 上帝的许业 领到他 上帝 越纳人的信念 领到了 神的国 领到他 最后 最后的 最后的 最后的第二章 三十节 三级那讲诺 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 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 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上帝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神迹的奇事 有记录是为了让我们相信神 是耶稣 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然后最后一章 最后一件来讲报 耶稣所行的事 还有许多 若是一亿的都写下 写出来 我想 所写的书 就是世界也永不下了 阿们 就是说耶稣还有做很多很多神迹 那些小的大的都有 如果每一样东西都要记录下来 没有一本书能够完成 能够写下来 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圣经里面的四本语书 所有的比喻 所有神迹 所有的什么 是上帝圣灵感动那个人 把它记下来 目的指向 指向什么 让你和我相信 如果连这些你都不能相信 就像耶稣今天出现在你面前 你也不相信 所以 福音书只有那么四本 也只有那么多 不是因为耶稣的东西只有那么多而已 是因为上帝说 神的原则 天国的原则是这样 信就是你的 不信 讲什么都没有用 信心很重要 耶稣当一个人有信心 根本就不用去伸手去医治他 你只对他讲 哎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回去吧 那个病就好了 今天我要讲什么 我们来做个节目 我要把这个天国的文化 来 介绍便利 四本福音书里面的 四本福音书 加起来总共多少节 三千七百七十七 三七七九节 不要去买万字啊 不会重的啊 OK 记录了七百二十七个例子 耶稣医治病人 患神经病 以记十里复活的证据 总共四本福音书 《马太马和路加远》 因为它全部加起来有三千七百七十七九个经文 我们占了七百二十七个例子 耶稣医治病人 医治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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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做结论 从里面 天国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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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是什么 天国的宣言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啊 再一次啊 天国的宣言 天国的宣言 天国的宣言正文是什么 一二三 一二三 主的宣言 主的宣言在我身上 因为祂用报告我 叫我传逐给贫穷的人 祂猜我依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虏的得失败 瞎眼的得探见 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上帝怨那人的死因 反正我们站立起来